宁波凤华一个村口两辆小轿车撞到了一起 两车受损严重 事发时两辆车一辆直行 一辆在路口掉头 当时王某驾驶的轿车碰撞后 左侧车身又与那个道路中间的护栏 发生碰撞 造成王某 王某 不同程度受伤 两车猛烈撞击 幸运的是两位司机都进了安全带 都只受了轻微伤 我那个是从家里出发去那个上班的路口 从辅路出去 然后执行的车没看到 然后就发生那个交通事故 交警判定 王某在掉头时 没有提前驶入规定车倒 且不注意观察来车情况导致事故 承担事故全部责任